对这个家庭生活比较在意 所以说很喜欢逛这些什么餐具厨具的地方 给大家推荐的地方就是在前草寺附近有条道具街 它主要售卖的是日本比较地方特色和日本特色的餐具 然后包括一些跟饮食方面有关的东西 是非常有日本地域文化 那么价格也比较亲民 都是各种各样的日本的那个杯子 木制品的以及这些有日本文化特色的这些门帘 然后围裙之类的 还有那种假的那种食物做的很逼真的东西 非常值得大家去逛一逛去看一看 比较长保守估计可能两百米左右 两三百米的样子反正比较长 那么大概到那一般的逛的时间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都有可能 因为它垫比较多 分布的也就是在一条街上也比较广 而且种类型也比较多 所以说大家可以可以细细地逛一下 好 谢谢 谢谢你的采访 多谢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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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